因為沒有遇到颱風 對 要生產 其實不 它是很低,非常低 它其實已經第四年提供我們 對對對 其實它也是我們一公道長一公 就是跟著我們去按家或公務 它就會跟著我們出去 好 下個禮拜 因為他們要等那個季節的時候 對對對 啊這上次先來那個 辦公動用這樣 對對對 好 好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等一下就要接著正中央好了 等一下就要接著正中央好了 就讓他們一起發生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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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等一下 先來 好 等一下 等一下 要是 要不是 那些人 鸡蛋 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1 2 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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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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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 1 1,2,3 OK 1 2 3 怎麼呢 原住民 對於射箭本來就很有興趣 沒有 是媽媽被我參 來這邊的 媽媽被你 媽媽要你來參加 為什麼 因為 因為平常我都在家裡打電腦 平常在家裡打電腦 所以就讓你有這個 這個 時間 有運動就對了 有興趣嗎 有 有 然後練習多久了 從幾年級開始 4年級下學期 4年級下學期 今年是第一次出國比賽嗎 嗯 得到什麼 清台 有沒有很開心 有 有 你那個時候練習的時候有沒有很辛苦 有 有 怎麼樣子辛苦 就是很累 因為他一直射箭 射到有沒有手受傷還是怎麼樣 沒有 是以前壞現在都沒有 有沒有曾經說不想練 沒有 沒有 為什麼 很有興趣嗎 我覺得很好玩 很好玩 為什麼很好玩 試試看就知道了 這樣子齁 好 謝謝 來第二個 射箭 因為哥哥先參加 然後 又 兩個哥哥都參加 所以我就來參加 那哥哥現在還在射箭嗎 對 哥哥也是代表隊嗎 沒有 只有妳是代表隊 對 射箭好不好玩 好玩 怎麼樣好玩 就 就 拉起功就覺得很帥 嗯 然後就覺得 這是出去 你們練習大概多久時間 嗯 就前面就一直練 然後 練到那個出去比賽 嗯 在練習的時候有沒有遇到比較困難的地方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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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射箭這樣 對 對 妳那時候是得 妳那時候是金牌嗎 對 跟音牌差幾 差幾 幾分 嗯 不確定 不確定不知道 嗯 所以 來練習是自己想要來 對 OK 好 妳的大名是 陳文馨 陳文馨 幾年幾 申國藝 申國藝 好 妳幾年級開始來練的 從三年級 從三年級開始練的 對 好 謝謝 好 妳這次也會想要練習這個射箭的理由是什麼 嗯 就是有一次上課的時候 教練就找我進去射箭隊 嗯 為什麼會找妳進去射箭隊 嗯 可能是 學校有這個體育項目嗎 學校就是有一次體育課的時候 然後教練就找我進去 射的很好 嗯 那時候是在上足球課 嗯 然後 可能是 什麼 很 很快就接得到球吧 嗯 就 找我進來了 啊幾年級的時候 五年級的時候 五年級的時候 對 練習的過程有沒有很辛苦啊 有很累 很累 那有沒有說想要放棄啊 嗯 沒有 沒有 那覺得會繼續留在射箭隊的原因是什麼 嗯 可能是 有這個心 想要繼續射下去 那出國比賽拿到金牌 妳有時候的感覺 非常激動 非常激動 為什麼 對 就是 第一次拿金牌 嗯 好 謝謝妳的大名 林思華 妳今年年級 深國一 深國一 好 謝謝 有 大概 青年盃 年初有一個青年盃的比賽 青年盃的比賽的話 它是一年一次 那妳要得到全國前二的成績 那協會就會幫妳做這個推薦的動作 這樣子 所以我們每年大概都是青年盃的比賽 我們到這兩年 成績才比較好一點 早前幾年的話都是屬於 不是很好的狀態 尤其是初期都基本上就墊底 那就一直 其實是我們到這兩年才開始往上爬 對啊 什麼樣子的翻轉 當然器材上 因為我們早期創隊的時候是 跟人家借用器材 然後都是比較 都是二手的 那器材是屬於比較資源不足的狀態 然後因為創隊初期 很多東西大家都是慢慢摸索啊 或是跟別人借用一些資源 那到後面經費 我們有企業贊助啊 經費今天進來之後 幫他們汰換他們的工具 那自然成績也提升了很多這樣 所以主要是這 應該是說這三年 就慢慢從 我們從墊底 然後一路往上爬 當然我們也是設定目標 就是一路往上爬上去這樣 大概墊底最後一名 然後前十 第五最後三 三的時候就蠻開心的 得到第三就蠻開心的 大概前兩年的時候得到第三 後來這兩年啊 包括今年 我們就開始得到第二名的成績這樣 那現在就是把目標設定 再可以得到全國第一 對 那這一次出國比賽這樣 就是把成績拉高了 對 把成績拉高了 對 那下一次的這個青年盃 或是全國全東運 還是怎麼樣 會有 我們明年 明年三月 會有個青年盃 對啊 下一次青年盃就明年三月這樣 對 要拿第一 要拿冠軍 當然是希望是可以拿冠軍是最好的 我們成立多久了 這個青年盃 大概五六年有 五六年 所以前五年 第一年到第三年 嗯 都是墊底 大概一到 對 一到三 第三年的前期吧 都是屬於成績比較後段 所以第四年是開始有經費有買換 所以器材蠻重要的 器材很重要 對啊 當然人也是很重要沒有錯啦 可是如果你器材可以提升 就是可以加分嘛 對啊 所以我覺得我們學生的數值 其實是很好的 那就是缺乏器材就對了 嗯 數值 是也不錯啦 但是也是要挑 就是主要是要認真練習 對啊 那一天大概練習多久的時間 我們 因為我們不是體育班 我們是屬於校對性質 我們只練早上 剛到學校不到一個小時 然後跟下午有一個克服 四十分鐘的時間 然後禮拜三的話 會另外排出時間來練 大概是 兩個 一 二 三 大概三個小時 然後 什麼樣的訓練 基本動作啊 體能 然後遠距離 的訓練這樣子 對 然後盡量是給他們可以灌輸一些 跟射箭相關的概念 讓他可以比較融會貫通一點 就不是只有練而已 我剛才每天是近視 近視可以 近視可以啊 嗯 所以就是我們的這個訓練的部分 就是很重要的 訓練很重要 對啊 有沒有算過就是為了要這次比賽 大概一個人 大概射了幾次的吧 幾支劍 幾支劍喔 一天 一天至少也有個兩百支喔 一天至少也有兩百支 然後 有沒有練到就是手拉傷 手會長水泡啊 手會痛啊 或是會有人覺得哪裡算痛 這樣子 那是一定的啦 對啊 那這次出國金被自己醜嗎 對 學校醜的 OK 好 那好的 那教練 定五 我叫吳佑君 口天吳 佑是 勢不旁的佑 表示的是 君是君者君 那第一個 第一個是 這個男生嗎 男生叫做曾成號 曾成是甚麼 成是承讓的成 好 號是日天號 日天號 OK 怎麼還會繼續突破 要突破那個五百箱 這樣 去年 去年沒有突破嗎 去年大概只有 一百多 可是去年因為他剛到字啊 對 所以 去年不講好了啦 好不好 就講 五百箱好了 好 好 創食基金會 花蓮分會正在推廣愛心文旦 那我們結合了花蓮瑞稅香的愛心果農 在中秋節的前夕呢 我們推廣愛心文旦 那這個愛心文旦的收入所得 要捐助 創世基金會 花蓮分會 道植物人仔的服務 那我們目標是五百箱 可是我們截至目前為止 大約只達到一成的訂單 所以呢 如果有公司行號 或者是民眾 或是愛心團體 有需要文旦送禮 或者是自用的 希望能夠認住 創世基金會 花蓮瑞稅的荷剛文旦 那這個文旦呢 因為瑞稅是一個很有名的有機農地 所以呢這個文旦也是 無毒的栽種方式 也是希望大家 在中秋節的時候呢 享用文旦也能夠享健康 那我們會有這個 郁麥什麼 我們之前都是郁麥 柚子嗎 還是之前有郁麥過月餅嗎 沒有沒有 月餅沒有 從什麼時候開始 郁麥 文旦嗎 文旦 因為現在文旦還沒有派出 對 要預訂 所以現在目前訂單 只有一次來 對 好的 那我們派一下 包裝 頂一個 還有充電 也就在網站上 就來 穿完 快 找信任 回家 那他 等於 開幕 為家 我剛到吉安國小上任 那非常榮幸 这个学校有着优良的传统 尤其很特别的是 我们在2012年的时候 由前任校长李国青 带着吴佑君教练 成立了吉安国小的射箭队 这个射箭队在成立之初呢 非常的困苦 我们的各项经费都没有 我们的工我们的建 也都是跟人家借来的 那在没有经费的情况下 学校成了这些弱势孩子家的一个照顾者 然后让他们课后留下来射箭 也加强复习他们的功课 四年多过去 在教练的努力之下 我们今年有幸能够到美国参赛 得到了非常好非常好的成绩 今天创世基金会推广幼稚 我们就是希望秉持我们射箭队 四年来刻苦的精神 一路成长的历程 我们能够借这样子的议题来发挥 希望协助创世基金会 让他们的柚子能够卖得更好 能够把这些经费 转移到各个需要照顾的植物人家庭 希望大家共襄胜举 今年叶子品质都还不错 然后今年瑞翠的文旦几乎都是盛产 然后今年价格其实都还落在平价 所以希望说大家消费者可以多多 通常我们瑞翠赫刚的文旦幼这样子 今年又特别 你已经连续四年了吗? 嗯对 你特别去 会关心这个创世是本来的? 呃因为本身就有在做公益啦 因为我们跟创世配合很久了 想说就是长期一直配合的支持这个活动这样子 今年要提供这个500箱 500箱大概是几斤? 500箱的话差不多5000斤 然后台中创世那边也差不多 差不多1万斤 所以都由你这边来提供? 对都由我这边提供 那你就没有赚了? 没有因为这个是做公益啦 其实我们赚钱是其次啦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人这样子 好谢谢